连君卿 可怜义辰 你们两个也下场几天了 朕也看到了 你二人实力不分伯仲 今日朕想着 特意给你二人 设置一个小小的考验 拿出你们的真本事来 今日谁若是能够拔得头筹 朕有重赏 重赏 所以这次丘烈的重头戏来了吗 皇帝打算在这场丘烈中 选最优秀的皇子 策立太子 所以就是今天了吧 出发后 南宫黎月今天 是完全没有心思狩猎 全部心思都放在了 赫连一辰那边 他旨在跟上去 多多少少保护一下 他的陈哥哥 因为他有一种 不太好的预感 仿佛一时之间 这场皇家猎场里面 布满了危险 而他已经敏锐地 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大哥二哥三哥四哥 我怕今天会出事 咱们分头去追过去 尽量护着十皇子殿下 六皇子和十皇子今天有比赛 我们我们几个如果出现在他们两个人周围 怕是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是怕有人对他不利 你们去 我就放心 远远地看着吧 哥哥们 你们去不去吗 好了好了 小妹说让去 岛山火海那也要去 赫连一城身后的一棵大树 此刻有些摇摇欲坠 小心啊 赫连一城的脑筋了 那一瞬他飞升而起 好巧不巧 那棵大树就朝着赫连一城的身体压了下来 你们轻点 月妹妹 吓坏了吧 不哭 不哭 我不哭 有我在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